哎,大师,听说你要找老婆,有什么条件吗? 是个女的就行 你这条件也太高了吧 那,那像个女的也行 哟,昨晚又没睡好呀 昨晚隔壁小两口又吵架 就听那男的说 你再敢叨叨一句,我就一脚把你踢到隔壁去 当时,我还觉得那男的是个爷们儿,有魄力 后来才发现,他就是一懦夫 他怎么就懦夫了 我等到天都亮了,也没见他把媳妇踢过来 女人为什么叫三八? 因为三七是中药,三九是西药 三八肯定是迷药 男人一旦站上,便五迷三道 所以说,英雄难过,没人管 你喝酒以后都是跟你老婆说什么话? 媳妇儿,你就把门给我打开吧 先生,听说您会算命,您给我看看手相可以吗? 看手没用,现在是一个看脸的时代 哎,如果有来生,你还会娶我吗? 会 回答这么爽快 我说会,今天就算过去了 我要是说不会,这辈子就算过去了 哎,给你一万块钱,让你裸奔一圈,你干嘛? 不用一万,二百就行 哎呦,你别跑啊 哎呦,你们 人家都在忙着搞钱,搞事业,搞对象 你这一天天的搞什么呀? 搞笑 老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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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婆